1937年 八路军创建进随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以山西兴县农民银行为基础的 西北农民银行成立 它通过发行货币 发放贷款 有效开展货币斗争 支持根据地生产建设 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夺取最后胜利 做出了重大贡献 今天的红色金融路 一起来走进山西兴县 来探寻西北农民银行当年的祖旗 我们现在来到了山西的兴县 我旁边就是黄河 对面是陕西的神木 黄河流经兴县82公里 这里一直也是近闪两省之间的 物资流通的交通的要道 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的中期 这里经济非常的困难 金融市场极度的混乱 山西的本地的钞票 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贬值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 1937年兴县农民银行成立了 这也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 由中国共产党创立的 第一家银行 同时它也是西北农民银行的前身 兴县农民银行成立后 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银行业务 然而在日扣军阀的双重打压之下 根据地的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经过党中央的批准 1940年5月 在兴县农民银行的基础上 成立了西北农民银行 银行成立之初 在储备金的筹备上 就费了一番周折 因为当时太困难了 边区政府 我们巴洛雄只能动员社会各界 捐款捐物 有一个四大动员的运动 就动员老百姓 现金现粮 扩军做军衔 现金一共现多少 现金一共现了220万 那么用220万的18% 还有新线农民银行的 一部分总备金 作为银行的总备金 经过坚决的斗争 静随边区基本实现了 单一本位币制度 建立了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 然而由于边区自然条件不足 物资极度匮乏 居民的生活非常艰苦 因此扶持边区经济发展 发放贷款 成为了西北农民银行 主要的业务之一 找寻当年银行开办的业务 我们来到了距离 兴县县城25公里的黑玉口 这里还保留着一处 西北农民银行代办所的旧址 这就是西北农民银行的 一个代办所的旧址 等于当时留下来的 对 这个大概是哪一年的 它是1941年5月设立起来的 那当时它主要是什么样的业务 西北农民银行的业务 它包括货币发行 存款 贷款 还有外汇管理 汇兑 还有代理金库 截止到1942年1月 西北农民银行在根据地内 一共开设了12个代办所 这也是最接地气的业务部门 所代办的信贷业务 分为农业贷款 工商业贷款等 其中农业贷款从1940年的5万 发展到1944年 就增加到了4000多万 大部分是低息甚至免息贷款 极大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同时为了保证 禁随边区进出口贸易的平衡 西北农民银行还加强了外汇管理 这个外汇管理它主要坚持 就是集中使用的原则 在这个外汇收入方面 它主要是土特产的同购存销 就向外面卖出去 使用外汇 如果回来以后就使用外汇 使用外汇的话 必须在口岸上使用 西北农民银行成立后 为保密起见 印制西农币的印钞厂 名名为洪涛印刷厂 随着战时的需要 洪涛印刷厂进行了六次搬迁 在黄河两岸 陕西 山西之间转移 1945年9月 搬迁到了兴县蔡佳芽乡的杨家坡村 这里也是目前洪涛印刷厂 保留最完整的一处 地方还挺大的 我看这么多个窑洞的门洞 是不同的门洞 有不同的功能吗 对 这些窑洞 它每一款窑洞都有不同的运途 一个要烘干 要拆剪 还要清点 还要盖章 就那个扁码 所以它有一套程序 方位啊什么的对吧 你比如说这边这种箱子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箱子就是当年啊 硬币使用的就是装幽默的 因为当时把咱们进水边区 昏陶印刷厂要硬币 因为它要彩色套印就比较国益复杂 所以硬币咱们边区就生产不了这种彩色的幽默 所以必须从地上区来采买 所以这个箱子呢 就是当时从地上区采买进来的 最早是很原始的那种实验技术 所以你看阳市也比较单调一点 后来去的脚乎的 或者是从地上区建口的这些油墨上了 最后你看彩色套饰就比较多了 红的绿的你看 红涛印刷厂在杨家坡村 进驻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 当年不少村民都为印刷厂工作过 今年已经94岁的杨渡和老人 就是其中的一员 这次我们也非常有幸地拜访到了他 虽然年事已高 但回忆起当年那段历史 老人还是历历在目 当时是做什么工作呢 当时有多少的同事啊 或者说技术人员在实营厂工作 他还记得吗 你记得电视又哪里哪里哪里 不哪里 啊 印刷厂有哪里哪里 哎呀不知道 不知道哈 可不知道 历史结果减 六个减 学院不到学校 而且不久 学院不到学校 学校 从1940年创建 到1949年1月停办 红涛印刷厂历史9年 印制西农币一共约3.8亿张 1947年11月 闪甘宁边区银行并入西北农民银行 统称为西北农民银行 在抗战时期 西北农民银行的成立不仅缓解了边区极端困难的局面 而且稳定了金融市场 保障了根据地生产建设的正常运转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1948年12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时 西北农民银行作为原始发起行 成为了新中国人民银行的三大基石之一 西北农民银行作为原始发行